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英是一个很有才华和大志向的人 可是他生不奉食啊 如果早点让他来当秦王或者说是皇帝 相信凭着他的能力 一定会把秦国治理得国泰民安 可是呢 二世胡亥已经把大好的江山给毁得不成样子了 三年的时间里 胡亥是醉生梦死荒淫无道 赵高是直路为马权倾朝野 逼得各地方起义不断 而我们忧国忧民的公子英 却夜不能寐 一入侯门深似海 大家只看到皇家人的风光和体面 却看不到身为皇家人的苦楚和无奈 无往今来 帝王将相或为争权夺势 或为社稷安危 一旦皇宫有变 就将株连九族血流成河 公子英感到很无奈也很无助 最开始他还是试图富于顽抗 因为他不甘心 祖祖辈辈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就这样毁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呢 摇关之战他倾尽咸阳所有能战斗的兵力 去防守 最终也没能守住 从这里他明白了一点 他知道再凶险的关口 再坚固的城墙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秦朝当年的建设工程搞得太多了 再加上科捐杂税 和一些扰国伤民的政策实行 全国百姓的心都向着革命这边 秦王朝的气数 终究是要到尽头了 这时候已经不是人力所能逆转的了 更何况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他呀 罢了 罢了 与其做无谓的抵抗 倒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公子英握笔的手在颤抖着 他知道他这一笔下去 秦朝就将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了 罪人也罢 无言面对祖达也罢 紫英是欺然一笑 闭上眼睛 用那只颤抖的手 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降字 出降的这一天 紫英是白衣白袍 白领济紧 整个人是一身的白 再加上乘着白马速车 连天空也是白色的 气氛沉重而又压抑 如果不是刘邦那一身鲜艳欲滴的 红衣红袍分外惹眼 还真以为这个世上 就只剩下白色这一种颜色了 白色是一种死亡 悲伤 阴郁之色 红色是一种喜庆 快乐 幸福之色 白色缓缓地向红色靠近 终于两种迥然不同的颜色 靠在了一起 红色立即遮盖住了白色 一袭白色的紫英跪拜余地 能不被傲然而立的 刘邦火红之色给遮盖住吗 刘邦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 接过了紫英双手呈上来的玉玺 一个小小的玉玺宣告了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而两种不同的颜色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大秦王朝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 刘邦骑着雄壮宝马 在文武重将的拥促之下 缓缓地走进了咸阳城 城中的老百姓很识识悟 夹到欢迎这个新来的君王 这一刻流氓出身的刘邦感动了 眼睛突然间一热 一股热流就要往下滚 是啊 当年那个出身在农民家庭的穷娃 当年那个整天无所事事 放荡不羁的不良少年 当年那个半夜三晶 总是往寡妇房里钻的偷情者 当年那个守在四水亭 为人民服务的小小亭长 当年那个没花一分钱 却娶了一个富得留有老婆的大骗子 当年那个人气吞声 尾身于向梁手下的折服者 如今却风风光光 潇潇洒洒的 带领着几十万革命军 进入了咸阳这个他一生中 最神往的地方 当年他那句大丈夫当如事也 游在耳畔 却不料那发自内心的感慨 却一语成衬 当年秦始皇的地盘 如今已被自己踩在脚下了 对于已到不惑之年的他来说 还以为他的一生 就将碌碌无为地过完呢 可转眼之间 他变成了关中王 帝王将相中的王啊 人生就是这样 命运之神一旦垂青 连自己都感觉是在做梦一般 此时 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 不让他流出来 当即向众人挥手示意 当即就开始发表旧职宣言了 父老苦情科法久矣 诽谤者族 欧语者弃士 无语诸侯曰 先入官者亡旨 无当王冠中 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 伤人及到底罪 于兮除去秦法 诸历人必按读如故 凡昭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报 无恐慌 且无所以还君罢上 得诸侯治而定约束尔 这都是实际高祖本纪里的原话 这也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 其实他的话也是简单易懂的 大家只要牢记话里的中心思想 杀人的要处死 伤人的和抢劫的都要治罪 那就行了 对于受尽秦朝压迫的老百姓来说 刘邦一进城 就颁布的约法三章 让他们是大喜过望 他们纷纷从家里牵牛羊 吃美酒 来慰问革命军事 刘邦推托说 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坚决不受 因为这刘邦作秀的功夫一流 观众百姓 无不对他称赞有加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就这样 假惺惺的刘邦 在一系列的伪装之下 一到关中 就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这为他日后和项羽 争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刘邦得民心不一样 此时的项羽 却在得到了秦朝的强力大将张罕之后 干了一件大失民心的事来 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了 秦始皇在求长生不老丹未果之后 迁怒于所有的儒生 先后两次 坑杀了几千名儒生 焚书坑儒这一事件惊动了老百姓 整个世人全惊动了 秦始皇的罪名 从此又多了一项 当然了 集体坑杀活人 这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在攻打赵国获胜之后 秦朝大将白起 在长平坑杀了赵兵四十万 四十万人呢 想想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更何况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来 四十万人被坑杀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悲惨场面 视人命如草剑 视人命如蝼蚁 这对人性本身来说 可悲可怜又可叹 可是呢 项羽似乎也不甘落后 把目标瞄准了张罕投靠过来的 二十多万秦军身上 张罕当年东奔西荡 四处镇压革命军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用事实证明 他率领的 是一支铁打的王牌之士 军中的士兵多半是常年 在离山服役的囚人 长期的压迫和超负荷的劳动 练就了他们的针针铁骨 磨练了他们的坚韧毅力 从而造就了他们非凡的战斗力 当他们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 释放出来时 他们的想法就只有一个 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 他们就会在战场上拼到底 比起那痛不欲生的福意来 打仗算是轻松的活了 有衣穿 有饭吃 还有军饷发 父母妻儿可以有保障了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还可以升官发财 于是 他们就像一群高速奔跑 永远不知疲倦的魔鬼一样 每一战都拼尽全力 每一战都奋不顾身 每一战都是舍我欺谁 也因此每一战都战无不胜 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张罕 也没有亏待他们 把获胜的战利品 毫无保留的 都拿出来分给他们 宁愿自己没有衣服穿 也要先给士兵们穿 宁可自己没有饭吃 也要先给士兵们吃 这是一个多么懂得 体恤士兵的将军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将军 将军这么爱护士兵 那么士兵同样也敬重将军了 人就是这样 你给予了别人很多 也会收到很多回报 所以张罕在士兵的眼中地位 那是至高无上的 包括皇帝在内 所以张罕万般无奈之下 选择了归降项羽之后 士兵们都选择了跟从他 不离不弃 话题再回到项羽身上 按理说项羽自己 有军队大约二十万 再加上投降的二十多万秦军 他的军队已经有四十来万了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敌的数字了 项羽和刘邦的关中之争就像归兔赛跑一样 跑得快不一定最先到达终点 而相对来说跑得慢 却一直在跑的 才可能是最终获胜者 巨鹿大胜之后 项羽的前面已经没有大的阻碍了 可是他到了新安之后 却突然停下来不跑了 原因很简单 手下人太多 四十多万人虽然声势浩大 但比起青庄上阵的刘邦来说 他的行军速度简直就像蜗牛爬步一样 革命军和投降军混在了一起 鱼目混杂各怀心事 就是想跑快点也有些力不从心 当初就是怕出事 项羽才把革命军和降军交叉 安排在一块 可是呢 越怕出事 事情反而越坏 革命军和降军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别 打个比方 那就好像一个是亲娘养的 一个是后娘养的 地位和待遇 自然就不一样了 在项羽的大军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革命士兵翘起二郎腿 对一个降军说 给老子来捶捶背 揉揉肩 给老子洗脚 呼来唤去的 就好比他们的佣人一样 降军们自然不服了 一次两次的还不算什么 长辞以往 矛盾就此激化升级了 一种不和谐的声音 在军中传播 投降的秦军想造反 湘羽一听说就不干了 想造反 那还了得 他说完这句话 向身边的英部和蒲将军 使了一个眼色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 二十多万乡军 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僵尸 第二天 张罕 司马新 董毅 三个仅存的将领 闻讯是垂胸顿足 泪如鱼下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影响 张罕从此不复当年的神勇 司马新和董毅 也再没干出和他能力相衬的事情来 也许在二十多万秦军被坑杀的同时 他们三个人的心也随着死了 让项羽始料未及的是 处理掉那二十来万累赘的秦军之后 他们前进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变快 相反 变得更加果足不前了 因为当时坑杀二十万秦军的事 还处于瞒报阶段 关中一带的人很少有人知道 面对这样一支威武雄壮之师 天下百姓无不翘首以待 乡军所到之处 闻风来头的人是络绎不绝 于是坑杀了二十多万人 很快在路上又捡到二十来万人 韩谷关由义夫党官万夫莫开之险 此时的韩谷关上旌旗飘扬 不是大秦的旗帜 而是一面画着牛头的大旗 城头换大旗 这意味着什么 项羽这才知道 原来是比他大十四岁的结拜兄弟刘邦 已经先踏一步 到达了关中 城门紧闭 他这支成功打败秦军主力的 威武之师 雄壮之师 胜利之师 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象中的 热烈欢迎的一幕 开门 项羽心里边不痛快 拍了拍马 独自到城门边 一声怒吼 他的话音刚落 突然听到嗖的一声 一支长剑落在了他的身前 佩公有令 没有他的同意 任何人不得入内 一名将军模样的人 站在城墙之上 威严地说着 很显然 刚才那支长剑 就是他射给了项羽示威的 可恶的刘邦 欺人太深 给我拿下这座城再说 项羽是一声令下 手下几十万士兵 就跟潮水一般地 往城边涌过去了 项羽能不起吗 那城上的守军 本来就只有区区几千人 所以呢 项羽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这座 万夫莫开的城 进了城 项羽是愚怒未消 火大了 今天这个闭门羹 让他怒气冲天 非要找到刘邦 把他碎尸万段 才解恨 这时候 负责四处收集情报的人 派上用场了 他们给出了刘邦 所在的准确位置 刘邦的大军 并没有在咸阳 而是 驻扎在坝上 驻扎在坝上 这边就要找到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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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